其實有一件事 我想我是藏不住了 什麼事 我喜歡佳妮 我喜歡她很久很久了 應該說是高中的時候 我已經聽過她的名字了 只是我浪費了 整個大學的時間 我只敢暗戀 就讓蔣道伟這種人 跟她在一起 我今天看到她這個樣子 我現在好難過 我真的很想保護她 我不想再隱瞞我 對她的感情 我只有妳說出口 妳早就知道了 妳什麼時候知道 那佳妮她知不知道 我早就知道了 我早就知道 我早就知道 我要關上你的再見 你那麼緊張幹嘛 佳妮知道又不會怎麼樣 我是怕她會尷尬 我看尷尬的是你吧 你放心 佳妮不知道 我早就知道 妳確定 原來這就是 韓清默默的眼神 哪有 妳不用擔心 妳演示得很好 但我覺得 對佳妮來說 跟我一樣 就像是個好姐妹 不會產生什麼愛情幻想 我知道 你不要這麼沮喪 不要這麼沮喪 說不定有一天佳妮 她就突然也會對人有感覺 會嗎 我只是擔心 如果她一時接受不了的話 我們連朋友都做不成 我也不知道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就要加你快樂 妳會幫我嗎 妳們兩個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希望妳們兩個都可以幸福 謝謝 這件事情 妳先不要告訴她 我想親口跟她說 好 她這個人 就連點小事情 都不會自己做 妳看 今天走了那場跟 如果不是我們過來的話 恐怕現在還是壞了